来自南方多事报播报 错坏人生28年当事人与医院协商未果 5月14日 河南开封市卫健委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南都记者 目前 联合调查组仍在进行调查 结果尚未公布 并表示将会依法依规调查处置 不会没有结果 据南都记者此前报道 28年前 徐女士与杜女士在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生产 相隔十几个小时出生的两个男婴被错报 直到4月30日 两个家庭在江西九江见面